衣服 今天早上猪爸爸在洗衣服 爸爸 这就是什么衣服啊 这是我的足球服啊 猪爸爸今天下午要去踢足球 但是我要先去工作 一会儿见 再见 再见 可怜的爸爸 他必须得去上班了 可怜的猪爸爸 来吧 我们来玩吧 好的 我们来玩吧 佩琪喜欢在泥坑里跳来跳去 乔治喜欢在泥坑里跳来跳去 猪妈妈也喜欢在泥坑里跳来跳去 哦 糟糕 妈妈 爸爸的足球服被我们弄脏了 上面都是泥 别担心 我们洗一下就好 我们很快就可以洗完 猪爸爸不会知道他被泥溅到过 我们再去多找点东西放进洗衣机里 哦 我的裙子上也溅到泥了 猪妈妈和乔治找到了更多要洗的东西 非常好 乔治 我们把脏衣服放进去 然后启动洗衣机 很快 洗衣机里充满了肥皂水 洗呀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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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的红裙子干净的和新的一样 是的 佩奇 但是你看别的衣服变成什么样了 哦 糟糕 佩奇的红裙子把其他白色的衣服染成了粉色 对足球服来说 粉色好像有点不太合适 哦 猪爸爸下班回家了 你们大家好啊 你好 爸爸 啊 猪爸爸 我们现在有个小问题 那个 一会儿再说吧 猪妈妈 我要快点准备去踢足球了 我的足球服去哪儿了 在这儿 佩奇 你个小糊涂 这是猪妈妈的裙子啊 是粉色的 不是的 猪爸爸 这件就是你的足球服 它沾上了一点点泥 所以我们把它洗了 但是洗的时候出了一点问题 对不起 爸爸 但我不能穿粉色的足球服去踢球啊 为什么不行 爸爸 粉色是很好看的颜色 嗯 你觉得呢 乔治 不好看 乔治一点也不喜欢粉色 猪爸爸的朋友们来了 公牛先生 兔子先生 马先生和斑马先生 猪爸爸 猪爸爸准备好去踢球了吗 他马上就出来了 他们都是穿白色的 我需要一件白色的衣服 但是爸爸 你已经有白色的衣服了 能把你的外套脱掉吗 看见了吧 真是 太棒了 谢谢你 佩奇 你们大家好啊 你好啊 猪爸爸 猪爸爸 我喜欢你的衬衫 非常时髦 谢谢 走吧 我们去踢足球吧 好 进球了 太棒了 太棒了 爸爸 你又把你的衬衫给弄脏了 当然了 佩奇 踢足球时 足球服肯定会被弄脏的 猪爸爸喜欢踢足球 大家都喜欢踢足球 尤其是在地上